- 歡迎收看小Y打遊戲 歡迎收看小Y打遊戲 哈囉大家好我是小Y 歡迎來到小Y的頻道 我們今天要接著介紹 AXIE經典熱門隊伍系列 熱門隊伍系列影片呢 應該會推出五部到十部影片喔 讓各位新加入的朋友 或甚至老朋友想換隊伍 都可以參考我的影片方便選擇喔 如果喜歡我的朋友可以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喔 好我們現在馬上來介紹新的熱門隊伍 系列2 雙重扣卡隊 除了雙重族之外呢 通常第三隻都會選擇植物比較多 當然第三隻寵物你也可以選擇搭配魚族或者鳥族 都是看個人喜好去選擇與搭配 但比較熱門常見的扣卡隊呢 都比較推薦第三隻搭配植物喔 因為熱門的選擇都是雙重一植物居多 好接下來我們進入實戰解說喔 好一樣喔我們直接拿對戰打輸的影片來解說 來直接體現雙重扣卡隊的可怕喔 好我們先來看看雙重族的技能有哪些呢 通常雙重扣卡隊呢必定有兩張扣對方卡牌的牌喔 而兩隻寵物呢都有兩張扣對方卡牌的牌喔 所以加起來總共是4張才可以發揮最大的效益 這其實跟獨隊有一曲同工之妙喔 會把對方的卡片扣到不要不要的相當的煩喔 再加上最後一張的防禦恐懼牌 既有防禦又有類似恐懼的效果 那何謂防禦恐懼牌呢 蟲族的防禦恐懼牌只對魚跟鳥有效喔 只要出了這張牌魚跟鳥在攻擊時呢 下一張牌都會攻擊無效 然後又有80的防禦喔相當的牛逼啊 而這三張牌是固定的 都是最經典的扣牌隊需要擁有的牌組喔 幾乎都是一定要擁有這三張牌 好那我們先保留這三張牌 而剩下的這一張牌呢 則看個人喜好去搭配喔 可以搭配防禦或攻擊跟牽制技能的卡片都可以喔 當然我會比較推薦選擇高攻擊卡片的牌組齁 因為三張都是屬於牽制技能的卡片 好那接下來我們再來看看最後一隻寵物 基本上最後一隻植物呢 我推薦至少要有一張獸卡攻擊高的卡片齁 來互補這個傷害 剩下的也是看個人喜好去搭配 而我個人會推薦再加一張吸血牌齁 因為活下來才有輸出嘛 好第一局開始 因為對方的招數是一直扣對手的牌組齁 所以我打算能出牌就先出掉 攻擊牌直接全部出掉齁 再加上一張吸血牌讓我的植物能夠撐久一點 好注意一下對方出的牌齁 他出了兩個扣卡的牌齁 我們的牌組馬上都被扣光光齁 好第二局因為我們的牌都被扣光齁 剩下沒幾張牌 但我又不想讓他再扣掉我們的攻擊牌 所以我出張葉子來防禦 再把攻擊牌給出掉 注意看齁 對手這一回合又扣了我們兩張牌 相當的痛苦齁 又很煩齁 但這個時候我已經開始有點煩了 為了不讓他再扣我們的牌 我直接說哈齁 直接說哈 好第四局 這樣看起來我們好像收掉對方的第一隻了 好像看起來有優勢 呃其實沒有齁 那是幻覺 仔細看我們的牌組齁 其實都被扣光光了 並沒有攻擊牌了 再看看我們的鳥族頭上還有恐懼 這就是我一開始所說的防禦恐懼效果牌齁 我的鳥下一回合第一張牌攻擊其實是無效的 這個時候我已經沒有辦法再攻擊了 直接放棄這回合齁 第五回合我決定跟他賭賭看 能不能囤到卡片把他一次收掉齁 所以這回合我只出了一張葉子 再加一個吸血齁 囤看看卡片 好 終於囤到一點卡片了齁 但是攻擊牌卻只有三張 可是你還是得出掉齁 因為如果你不出 下一回合他又把你的卡片給扣光了 這就是扣卡隊最噁心的地方齁 好打到這邊 我已經知道機會渺茫了啦 所以鳥牌有攻擊牌 直接有牌就出了 雖然帶走他的蟲族 而我們的植物也被擊殺了 可想而知鳥很難打贏對方的植物 所以我直接放棄了比賽齁 好那今天就講解到這邊囉 感謝收看小Y的頻道 歡迎訂閱按讚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下次見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